为了缓和南北物价的差距 最近劳动部长潘世伟提出了分区工资的构想 不过四位直辖市长都跳出来认为 这将会恶化贫富差距 也引发了劳团的反弹 不过其实薪水不及支出不只是台湾的痛 日本、香港、新加坡似乎也都处在相同的困境 台湾南北物价水准不一 同样索德下的上班族在北部可能得缩一节时 在南部还可以存点小钱 因此劳动部提出基本工资分区化的构想 但四都市长都不赞成 也引发劳团反对 台湾其实经济规模并没有很大 其实并没有像国外地大物博 所以我们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强烈的 就是尽可能的统一基本工资的保障 因为我们的政务官实际上也不会因为 你是在高雄市或台南市就领的比较少 由新工资分区化 可能让工作机会少的地方低薪现象恶化 老公们连原来的最低薪资都无法被保障 根据主技术统计 如果只领最低薪资 2012年在台北 用消费支出出上基本工资为135% 入不敷出 股价上涨啊 然后薪水就是都没有编 不然就减少 就是让生活很容易生活不下去 与其他亚洲国家比较 日本和韩国也都有规定最低工资 看起来都不低 新加坡虽然没有最低工资限制 但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收 有36000美金 超过100万台币 香港则有19032美金 但实际上一问 才发现各国都生活大不易 一人暮らしだと家賃で半分以上なくな 10万以上が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食事代とかもかかるから 交通費とか食事代とかで多分ギリギリ 香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的房价很高 所以一般的打工的人 他们一般要照顾自己现在的生活 一边也要赚钱去买楼 所以其实生活也是不容易啊 能支配的所得低 似乎已经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痛处 也许平易物价 并从政策上根本改变 才是治本之道 新厂的电视真会模拟于台湾台报道